其实刚才在台上 我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特别怕爱你嘛 不是 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 恭喜ZGDX战队 有惊无险拿下本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Smallin 连续两局拿下比赛的MVP 谢谢 Smallin 加油 我们永远是最棒的 加油Smallin 我们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加油 你是最烂的 Smallin 最棒 我不知道 我今天站在这里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去回答这个问题 打了半个赛季的比赛 做了半个赛季的队友 我想 我应该知道ZGDX 陆思诚 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 应该也都知道 有一天 能够身披五星红旗 站在世界舞台的巅峰 举起我们梦寐以求的奖杯 在那之前 身披荆棘也好 脚踏制杀也罢 作为ZGDX的队长 被所有人寄予厚望和期待 他应该承受 他愿意承受 他也必须承受 恳请一些粉丝 你们爱护陆思诚的心情 我们能够理解 但是电子竞技 没有成绩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仰慕的选手 是那个站在舞台上耀眼的他 还是只是因为长得有点高 又有点帅 这一点要分清楚 我知道 网络上对于电竞圈的女性 一直都不是很友好 很多妹子都在努力改变这些现状 但是我想问问你们 在我们努力打乱和训练 看比赛 分析战局的时候 你们又在干什么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说多了 我一会儿我又要被骂了 但是以上言论 若有得罪 我不后悔 谢谢 辛苦了 他挺有语气 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走 你怎么在这儿 吓死我了 你说我怎么在这儿 全是狠 没那个胆子就不要说那种话 说了又害怕 我刚看你下台 都怪同手同脚 你别说了 我这都是为了谁啊 其实刚才在台上 我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特别怕爱你嘛 为什么 因为自从上次收购了事件之后 我答应你要好好做人的 现在我不当人 嗯 你的学乎还挺高 对啊 不过 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这样子 怎么在那里 我 中文字幕——YK